尊敬的鄭總賢康力 諸位大德同修 大家早上吉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很高興跟大家 在2024年初 有能一起 學習 大臣無量壽經白化節 我們上一次見面到現在快一年了 這個一年再過晚 很快 我們一般晚課都會念到 普贤菩薩景重祭 世日已過 命易水減 如少水魚 失有何樂 那是一天過去 陳德跟諸位同修再次見面 是四年已過 一年過了 一年不短 尤其假如有上了年紀 那一年是很寶貴的 我們堪厭自己的心呢 有沒有越親近呢 有沒有越平等呢 好 我們 我們 學問 我們 一年就恢復 好 而且是先明明的 進一步 再清明 用我們的明明的 去清明 清明就是 就是心明 清明 就是立他了 絕他了 絕他了 好 一年不見了 這個麥克風跟我默契 還不夠 還要再熟悉熟悉 好 所以 自覺是絕他的前提 自覺才能絕他 自立才能立人 自愛才能愛人 好 比方說 我們 自愛的人 好 不亂發脾氣 大家同意嗎 好 這個一念撐心起 就火燒功德領了 那怎麼是愛自己呢 那是跟自己 法聖會命過不去的 欸 那我們今天脾氣很大 然後呢 去勸別人 你脾氣要改啊 你看對方會怎麼說 你脾氣也 也沒好到哪裡去 你還講我 人家就不能接受了 人家心裡就抵觸了 假如你 脾氣很好 都不發脾氣 你說哎呀 發脾氣很傷身啊 很傷肝啊 還是不發脾氣啊 對身體好啊 那對方可能就容易接受了 所以言教啊 是在身教的前提之下 你講的話呢 人家容易接受了 這就是人心喔 這就是人情的事理 所以我們 很希望去利益 親人朋友啊 其實首先要提升自己 我們講話呢 才有力量 人家容易接受 好 所以一年過去了 我們的脾氣有沒有減小 貪心有沒有減少 這個都要自己檢查 師父領進門呢 修行靠個人 不能一年過去了 自己想一想 有沒有進步啊 也搞不清楚 那這樣就變成忽裡忽楚的了 學佛是學絕啊 在哪裡絕 面對一切人事物啊 都要絕 修行啊 修行啊 這是我們人生的大事啊 自己有沒有進步啊 自己要 觀照的出來 以前的人 很用功啊 他用功過格 他每天記錄 容易檢查出自己的狀態 像我們念佛 是正修 斷惡修善機功累得 是助修 正助雙修 那念佛重不重要 很重要 這正修啊 我們看 三倍往生 都有八個字 發菩提心 一向專念 一向專念 就是念這一句 萬德鴻鳴啊 阿彌陀佛啊 那 對於我們來講 要發菩提心 真心要發出來 我們看 醒安大師 勸發菩提心文 就是指導我們 怎麼把本有的菩提心 發出來的 啊 諸位 同修啊 去年你們有沒有念 勸發菩提心文 啊 那可能是你們菩提心 都發出來了 啊 假如還沒有發出來 或者還沒有發到徹底啊 那其實這一篇 醒安大師 是我們靜忠十一祖 祖師都是啊 入了同體大悲的境界 所以他們的教會啊 我們肯 納受啊 我們肯學習的話呢 那會超越時空啊 來指導我們 好 想安大師說的 要念本師恩 念父母恩 念師長恩 老和尚 雖然元吉 但是他的法身設立常駐 黃念祖老就是元吉的 但是他這些教會常駐 我們用真誠恭敬的心來學習 他們的加持就到了 所以密宗講三根本 其中一種是加持的根本 就是我們依止的上師 依止的老師 念念不忘他的教會 他時時都在加持我們 所以我們身為華人 中國人呢 很有福報 還有四大名神 四大菩薩常駐啊 包含各個宗派傳承的祖師啊 那都是大菩薩 佛菩薩再來 所以這個國度啊 眾生福報非常大 那我們就要懂得珍惜 他們的教會 常常拿起來 學習 那我們看到呢 只要能升起知恩報恩的心呢 跟菩提心很相應 唸師掌恩 唸師掌恩 唸眾生恩 唸師主恩 我們可以一起共修 這是很好的因緣 喔 末法時期啊 要依眾 靠眾 一個人在家裡唸 可能唸著唸著呢 就孟周公去了 喔 但是大家一起唸呢 哇 看人家旁邊的 哎呦 年輕人唸得這麼認真 不好意思 好 不用共唸了 所以會相關而善 互相促進 這都要珍惜因緣 得來不易 越珍惜啊 我們在這個因緣 當中啊 得的利益 就越大 能聚這麼多人 一起唸阿彌陀佛 不簡單 每一個人要來 得要在家裡的因緣居住 才來得了 好 而且我們都 持續的 我們靜中學會都持續 二十多年了 這是很難得的緣 好 所以我們珍惜 而且莊嚴到場 我們共修的時候 非常認真 做榜樣 來帶動 好 好 那我們 這個白話節呢 接下來 是我們這個大本的 是二十九頁 經文呢 經文呢 入空 無相 無怨法門 那 黃老講到 綜合 靜影書 與大字度論 觀諸法空 是明空 佛門常說 萬法 因緣生 因緣生 因緣滅 緣距 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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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這 刹那 在變化 所以一切法呢 皆空 當地皆空 了不可得 那黃老引了 《心經》 所以《心經》 講 無色身相畏觸法 一直到 無無明 亦無無明鏡 無智亦無得 都是無啊 空啊 《心經》說 照見五運皆空 所以我們這個物質 它是真實存在嗎 它隨時在變化 你可能一秒鐘啊 這個身體就不是原來的身體了 它很多細胞啊 就形成代謝了 然後像《講經》的時候常常 用這個電視 做比喻 電影 你看起來好像有影像啊 可是它一秒鐘啊 就二十四張 它一張 停留的時間 非常快 在刹那 不住 沒有一個真實存在的像在那裡 現在聽說是一秒鐘一百次了 不是真的 那 老阿尚常常舉 《彌勒所問經》 一壇子 三十二億百千念 這個一壇子裡面 已經有三百二十兆個細念了 哦 那個比電影啊 不知道快多少倍了 那物質是念頭 產生的像 那念頭都 速度都這麼快了 所以物質不存在 凡所有像 皆是虚妄 不是真實的 包含 受想形式 這個是屬於 心理現象 物質現象不是真的 心理現象呢 剛剛說的那個 念頭的速度那麼快 心理也不是真實的 那個生命的速度啊 一壇子就三百二十次了 看清楚啊 看清楚啊 身體 心理 都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就不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了 你比方說物質放在心上了 那每天為這個身體 超心東 超心西的 你把這個物質當真了 你現在想去控制它 想去佔有它 那就會生煩惱了 所以我們每一天照鏡子會不會生煩惱 哎呀 作文變多了 喔 那個 好像SK2花了那麼多錢 好像沒什麼效果 這是不是煩惱 喔 其實這個身體剎那都在變化 你怎麼可能控制得了它 支配得了它 我們一當真呢 有這個控制佔有啊 煩惱就跟著來了 包含我們面對自己的子女 家人 這也是原生法 也是空喔 你不要把它當真了 你想去控制 想去支配它 你會生很多煩惱了 所以老二上說 放下控制的念頭 放下戰友的念頭 放下對立的念頭 好 所以 這個黃老舉的心經這些句子 都是無啊 是空啊 所以諸法都是空 這就叫空門 那空轉呢 的意思啊 就是 這個空的含義啊 轉化為無相 這個空中啊 無相可得 沒有真實不變的相可得 所以不可以去取相 不要去控制 不要去控制 占有 那這是無相法門 那無相呢 就不應啊 有所作為 因為無相之中啊 就沒有相可以取 也就遠離了能取 也就遠離了能取 能所的相 都不可得 我們真的覺得有相了 就會想去取 能取 所取 好 所以假如 能所的相 都沒有 那還有什麼 可作呢 那這個就是無作門呢 無作門就是無怨門 這個了凡事訓呢 有講到 三輪體空 內不見己 外不見人 沒有相的話 沒有我相 沒有人相 終不見所思之物 那個我是能給別人東西 我所給的東西是什麼 我所給的人 你看這個都有能所的相 那能所的相啊 都放下了 沒有相 那也就沒有作了 沒有作就是心地很清淨了 是為三輪體空 是為一心清淨了 哇 那這樣 陡樹 就很少的糧食 可以種無牙之腹 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 因為它不著相了 而且無作了 哇 它這個心是 廣大沒有邊際的 我們的心 心量小了 你布施的錢再多啊 它就是有量的 欸 心沒有邊際了 心包太虚 量周殺戒了 那布施一點點了 那還是沒有邊際的 所以 這個 做了 而無作 這無作就是心地清淨了 沒有放在心上 那這個才有功德 像 梁武帝 他遇到達摩祖師 他就說到 正 自登基以來 建了多少寺廟啊 護持多少人 出家修行啊 做了那麼多事啊 正有沒有功德啊 他有作了 那他就沒有功德了 但是他還是有福德 清淨心呢 才有功德 做而無作 無作而作 這個才是 功德式 好 所以 這個 一有作啊 就是三界的聲音了 三界就是輪迴了 欲界 色界 無色界 所以這個 梁武帝 他一起了 我做了很多了 那他所做啊 都翻轉成 輪迴的福報 他假如沒有做 沒有放在心上了 那這個都是功德了 那他的功德就太大了 所以大臣 法映啊 是諸厄莫作 眾善奉行 自盡其益 心是清静的 是諸佛教 這個自盡其益是很關鍵很關鍵的 所以清淨心呢 才有功德 我們斷惡修善了 我們斷惡修善了 老阿上常說斷惡 不著斷惡的相 修善不著修善的相 那 這個叫自盡其益了 那所做一切啊 都是功德了 我們剛剛說 正住雙修啊 所做一切 都是 往生的 功德 往生的知良 就像經文說的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願生我國 你不求世間的福報 只求往生淨土 這個是功德 就像梁武帝為什麼講出來 因為他 他有求啊 求人家肯定 求人家 讚嘆 有貪求的心 那這個就是輪迴心了 這個就是 三界身英了 這一念心就是 輪迴的種子了 所以清淨心很重要 那比方 我們現在 有年紀了 可能常常會講一句話 想當年 那我們想一想 我們一直在 想當年 我做得到貢獻了 那這一念心 是不是有求別人 要看重自己啊 要肯定自己啊 那這個就 不是自盡其益了 你哪怕以前做的事 再有貢獻了 那也是翻轉成輪迴的福報而已 所以老外上說 輪迴心 修什麼樣的法 都不能往生 所以這個 著了像了 我有做很多了 這個都是三界身英 所以 做完了 都不要放在心上 也不要去求福報了 而且福報啊 也不見得在山山道想 我們去觀察一下 現在畜生道有沒有很有福報的 你看台灣的官員 他還不一定有 家裡有仆人啊 你看現在很多 狗啊 都有專門的人伺候他啊 還帶他去洗Spa都有啊 你說他福報大不大 他散步的時候 還得有一個人陪著他呢 福報比我大了 我散步還沒有人陪呢 這個都是福報喔 所以啊 修行人不要福報啊 修行人就是 這個 一個方向西方極的世界 一個目標見阿彌陀佛 其他的都不求了 好不容易等到這個 出輪迴的機會了 無量劫來 稀有難逢這一日啊 不然我們現在靠自己的力量 要斷見識煩惱 幾乎是不可能的 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彌陀佛的四十八月 這個對我們是救命稻草的 我們更應該珍惜了 這阿彌陀佛四十八月 為誰發的 為我發的 你說為眾生發的 感覺起來好像還沒有那麼 深刻 為自己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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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辜負阿彌陀佛的心啊 好 所以這個既然無作啊 那就能遠離啊 三界深陰 就不再起啊 輪迴心 那大致都論啊 有個好譬喻 譬如一個城啊 有三個門 這個假定北京啊 有三個門 黃老是北京人 他在講的時候 都是面對北京的童秀 所以這個是就地取材 當然我們在悉尼講的時候 可能就 要講 另外一個地點 這樣大家聽起來才親切 那你一個人呢 絕不可能從三個門 同時進城 要進西子門 那你從西子門進 不可能你一個人呢 不可能你一個人呢 從安定門 東子門 西子門 同時進城 就不可能 大家應該有印象 老和上 老和上說 一切法門呢 大分為 絕正靜 禅中 從絕門靜 教下 從正門靜 淨土 包含 包含 律中 這個從靜門 清靜 心 從靜門入 它不可能 從三個門一起入 從一個門入 從一門 就進來了 進了門呢 塵是什麼 叫涅槃塵 塵就是涅槃 我們大家要知道 這是選佛場 我們呢 都要成佛 要正涅槃 這是我們的目標 不能走著走著 跟這個目標背道而馳 不是當個方丈 做大法師 成一個了不起的佛學家 而已 就是明文立揚的心呢 不只涅槃塵 到不了 佛門 就入不去了 所以這個心念要關照清楚 老婆常常說 放下十六個字 到佛門口 十六個字就是修學的重點 放下 自私之地 自私的心不放下 佛門進不去 因為自私的心就是輪回心了 輪回是從我直變出來的 所以修行實質上就要放下我直了 把我越來越淡 無量壽經說 余諸眾生 視若自己 就念念為眾生著想 這個我就慢慢就淡 這個是老和尚的妙法 念念為他人著想 那自私之利 明文立揚 明文立揚 要放下 還有五欲六成 這個財色明十歲 地獄五條根 哇 這個五欲 著一個 都有可能被拉到第一句 那假如 五條都有啊 那就好像 五條繩子 把雙手雙腳 包含脖子都套住了 這個不多下去都很難 所以五欲六成 要越來越放淡 還有貪生吃慢 要放下 好 所以 這個不能起了 對世間的這些財色明利的追求 我們要進入涅槃城 這個城 這個城有三個門 就是空 無向 無怨 大支度論說了 一個人進入了空 接空 他也不見空向 也不停住在空上 那他從這個空門 進來了 他知道諸法空向 而且連這個空向 空也不是一個向 所以在論語當中 空啊 孔子說他空空如也 我完了這個就有味道 空也什麼 空了 你空沒有空掉 那還有一個空向 那還是向 那就變左向 要因無所住啊 你連這個空 空你也住了 住在空向了 那還是有住了 所以孔子是空也空了 如也就是 如就是法爾如是 所以孔子的境界也不簡單 所以他不見空向 也不停住在空上 他就從空門入了 倘若入門時啊 他就在空向上 那就在空向上 有所取 有所著了 他就執著在一個空向 在空上停滯了 那這個空門呢 就堵塞了 不能進入了 你一有執著啊 就入不了境界了 金剛心說 因無所住 什麼都不能做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要知道啊 往往 不是沒有人能夠入門 但剛一進門呢 剛一進去門就堵塞了 非常可惜 那這個人呢 就沒有從空門進來 你抓住個空向 堵住了 如果這個時候呢 去掉了空向 這就是無向門了 不但一切可見的向 都除了 連空向也除了 你真的無向了 那你就從無向門進來了 可是呢 若是無向向 心著生細論 那 黃老解釋到了 無向啊 本來是無向啊 你這一執著啊 無向也就成了一個向 那這個向啊 就是無向的向 還有一個無向 還有一個無向 那又是一個向 又是一個向 那叫他呢 無向向 所以心一執著 就生細論 是 真心一法不利啊 你住了一個空向 那不再真心了 你住了一個無向的向啊 那還是入不了境界了 所以錯誤的 乃至無用的見解言論呢 稱為細論 所以無向門呢 也就堵塞了 不能進涅槃城了 這個時候啊 這個時候啊 你把無向之向也除了 在無向裡面呢 沒有什麼是可做的 這就直入啊 無作門了 所以不是一個人呢 一身從三門入 是有三個門呢 可以隨移而入 所以這就叫 入空無向無怨法門 從三個門呢 都能入 人從空門 或者無向 或者無處 都可以入入涅槃 好 那接下來講到 善利方便 顯示 三層 那方便呢 前面的解釋不再重複 現在引法華藝術 是 講到呢 方便呢 是善巧之名 善巧者 智之用也 方便 就是善巧的 名字 所以我們 常常常連在一塊說 叫方便善巧 方便善巧 所以這個方便是善巧的名字 這個人呢 很善於說法 很巧妙的 能夠救度眾生 這稱為善巧 善巧啊 善巧啊 就是智慧的 應用 智慧起作用 它會有善巧方便 所以從智慧本體 顯出的作用 叫做方便 佛們也常說 慈悲為本 方便為門 它真慈悲 真有智慧 它會應激 讓眾生呢 能接受 能得利益 那《涅槃經》 講到了 制度菩薩母 方便以為父 我們以大智慧為本 這個母是人生 是根本 隨以來建立法門 應激說法 隨緣救度 那這個是方便 它很重要 是眾生的父 所以這個有善巧方便 眾生才能得利益 它的善根才能增長 所以方便以為父 那慧書說了 方便呢 有兩種 第一呢 是生結空 而不取向受贈 對空 對空啊 有生結了 了達了 開解了這個空 對於空啊 不是很淺的 解釋理解 它生結了 萬法皆空 但不取空 但不取空相 也不震空 一個人說 我震阿羅漢呢 那他應該是沒有震阿羅漢 這個金剛經裡面都有說 序不提說 佛說我得無真三昧 人中最為第一 是第一离遇阿羅漢 我不做誓念 我是离遇阿羅漢 我若做誓念 對不對 世尊者不說 我是要按尔 蘭那行者 我做誓念 誓我證阿羅漢了 他有所證的 那他就不是阿羅漢了 真心一法不利的 哪有 還有一個念頭 我 震恩 所以他沒有取空相 也不正空 所以心经说的 无智义无德 他没有说我得了 我正了 有很多 他就是见法 若在途中 在修行渐渐提升境界 若在途中有所取证 那他就有左相 那就慢 他在这个地方就停顿下来 所以对于一切都不取证 直驱阿诺多罗三秒三不停 这里打一个辟语 你坐电梯 你一下子 你中途一切地方都不停 直上两百层摩天楼 的屋顶 就是直驱无上正等 正觉 那我们念佛 也是不要去取 不要去求证 夏天居老居是说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专念现前一句 我们看 念过去就住在过去 念未来就住在未来 念过去就生过去烦恼 念未来就生未来烦恼 专念现前一句 所以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所以念佛当中起了这三种烦恼 不怕念起 不怕念起 只怕 厕齿 赶快 阿弥陀佛 要提起来 不能让这三种烦恼一直相续 那不求一心 你看还有一个心 在那里 我要赶快一心不乱 不断妄想 还有一个念头 我要把妄想念掉 其实都是起妄念 所以不求一心 不断妄想 我要赶快一心不乱 我要正一心不乱 都不要起这些念头 只要自聚分明 所以修行不要搞复杂 你一复杂 就不是直接上两百层摩天大楼 可能就不知道停在哪里 上不去了 所以修行越修越简单 简单到只有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好人阿弥陀佛 坏人阿弥陀佛 圣经阿弥陀佛 逆境也阿弥陀佛 平等的 不去分别 这个方便 有第二种解释是 因十相庙庙里 极深极妙 众生水平太低 无法相信与接受 所以需要方便诱导 这个幼稚 很能诱导众生的 黄老举了一个例子 最善巧的莫过于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谁 四大菩萨都是表修德 佛是表性德 所以每一个修行人 要行菩萨道 那这个四大菩萨的精神 他都要深入 首先是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表的是 孝清尊师 地藏是新地保障 开发新地保障 要从孝清尊师开发 老和尚也说 我们修学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 恢复父子有亲的天性 第二个目标 是把这个天性 能够延伸到 爱兄弟 爱家族 再来爱邻里相长 再来凡事人皆需爱 凡事物皆需爱 所以我们要开发我们自性 开发我们的同体大悲 要从哪里下锁 孝清尊师 而且尊师建立在孝清的基础上 一个人对父母都不恭敬了 他要去恭敬老师 这不容易 所以这里就显出了 孝养父母 恢复父子有亲天性的重要 在《光无量寿经》 佛跟韦提西夫人 这韦提西夫人也很不简单 他很有智慧 佛献了十方国土 他说我要去极乐世界 他选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阿弥陀佛创立的极乐世界 他选择这个目标 佛首先告诉他 要修三福 三师诸佛 敬业正应 所以第一福的第一条 那是根本的根本 那我们做到第一福 符合善男子善女人 阿弥陀经里面 提善男子善女人 提了很多遍 那是当机者 我们身口意不行善 那就会造业了 那造业会有业力 就把我们往六道轮回拽了 所以一定要行善 但是不求世间果报 所有善根要回向求生庆祝 都是往生的资粮 所以随缘消就业 不再造信仰 这些教会 对我们求生庆祝都挺重要的 那这个孝养父母 恢复父子有亲天性 是最根本的 当务之急 那承德认识一个朋友 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可以感觉 他内心好像还有 负面的能量 就是很难看到 他很开怀的笑 你看有些人 常常也哈哈大笑 可是你看他笑完了 他那个表情还是有点苦闷 苦闷的像代表 心里有没有事啊 有事情啊 他自己去找 他心里这个苦闷在哪里 后来他体会到了 他说他跟母亲之间 还没有恢复那个天性 因为啊 他七岁的时候啊 他父母啊 把他带回外婆家啦 外公外婆啊 带他两年 九岁啊 才又回到父母身边来 而他当时候才七岁 他并不了解父母 为什么把他送来了 所以我们当父母 当长辈的人 不能太初心大意 我们修行啊 是放下我指啊 时时能体恤对方 我们有没有 时时能体恤孩子的感受 那假如 我们都站在自己的角度 我们就不容易体恤 孩子的感受了 比方我工作很忙啊 我现在的情况 我得一定要这么安排啊 不然我没办法赚钱啊 这都属于自己的角度 假如我们没有跟孩子 很真诚的 交心的跟他沟通 他不了解 不了解呢 他就会产生 他自己的想法啦 那这个想法 叫陆 偏了 就会障碍他的心 我是感觉 我们现在生活不掉 太紧凑了 好像每天都在赶赶赶 人有那个赶的感觉啊 心就不容易安定 就很难观照自己的状态 也很难体恤到别人的感受 你看像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 我很尊敬的一个大伯父 出车祸 当场就走了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理解 好几天睡不着觉 对我自己的影响很大 那父母也没有学佛 他可能也不知道 我在面对这种生死的认知 已经想不通了 后来怎么办呢 自己想通了 假如我没有想通啊 这一件事会不会一直在我的心里面 会有 会障碍住自己的 所以我们当父母长辈啊 你常常看孩子的眼睛 眼睛是会说话的 眼睛是灵魂之窗啊 所以有父母陪伴孩子成长 他在学校 一有什么事啊 他一定表现在脸上 在眼睛里面 你的心有在孩子身上 你就一看你就能察觉 眼神有点不一样 那你跟他的沟通 又一直保持得很顺畅 你跟他一聊 他就把事告诉你了 你就帮他引导啊 他可能在学校里面 遇到的这些人际啊 这些问题啊 他就化开了 他就经一世 长一世 可是假如他遇到人际关系 他想不通 父母啊 长辈 又没有察觉到 又没有 适时的跟他交流引导 有可能慢慢 他遇到很多事都闷在心里面了 好 所以你的孩子假如十几岁 二十几岁了 见到你都会把心里话跟你讲 哇 那是父子有亲啊 保持住了 所以当时候他才七岁 他不理解父母为什么 把他送外婆家来了 所以他就产生了一种想法 父母不要我了 他就很害怕了 然后他就要尽量表现好 给妈妈看 因为他怕父母不要他了 他表现得很好 让父母注意他 你看这是本来的天性啊 产生的这些念头啊 就障碍了 是吧 本来是自然而然的 父子子孝爱自然而然 现在变成要去刻意做什么 赢得妈妈的坏心啊 所以他从小读书啊 都是名列前茅 但是他的动机啊 都是要妈妈注意他 他看到了心上的这个执着了 他也想去恢复这个 无条件的亲爱 而不是说他要做什么了 他妈妈才会爱护他 后来他找到这个原因了 很真心的跟母亲们交心 谈了之后啊 他也跟他妈妈撒娇 妈你要讲一句你爱我 他妈妈说 你都六十多岁了 他妈妈都快九十岁了 后来他心上 从七岁开始产生的这个挂碍 放下 我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 觉得他的音声都不一样 其实可以从音声当中啊 感觉心上没有负担 就是 那个言语的喜悦 是从内发出来的 好 这个是四大菩萨表修的 第一个是地上菩萨 这个恢复父子有亲 这个是孝亲 尊师就把我们的性得开发出来 第二是观世音菩萨 是把这个尊重父母老师的 这颗真诚恭敬的心 延伸到一切众生 因为一切众生呢 都是过去父母 未来诸佛 所以这个延伸到一切众生 就是 大悲观世音菩萨 表的法 还有大智 文殊施力菩萨 你不能只有慈悲 还要有智慧 悲智双运 第四是效法 普贤菩萨 菩萨不求普贤行 不能原成佛造 所以 普贤行 他的心量 跟佛心相应 心包带去 量作杀戒 那 我们现在一起探讨的都是 德尊普贤第二 第二品 所以我们要检查检查 我们去年一年 普贤行修得怎么样 礼敬诸佛 恭敬一切人事物 有没有提升起来 称赞如来 有没有越来越自然 能够看到别人的善根 看到别人的优点 付出 还是更会挑毛病了 哇 那就跟普贤行背道而驰了 广修 供养 那服务人的心啊 有没有越来越主动 越来越欢喜 忏悔 业障 自己反省 自我 关照 有没有越来越 敏锐了 以前 事情过了 都不知道问题在哪 现在 越清楚 念头错在哪 言语错在哪 行为 错在哪 都知道了 这个都是 普贤行 落实在我们 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皆物中 那这里提到 观音菩萨 他有善巧方便 先以欲勾迁 后令入正道 众生所需的是欲 他现在 最想要的 这个是欲 以此为勾 来牵引众生 就是方便 而其最终的目的 是希望他们入正道 入正道 入涅槃 成佛果 但是一开始 是先以欲勾迁 那请问大家 我们现在也学佛 我们也要行菩萨道 我们也要懂 先以欲勾迁 那请问现在众生 最需要的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观察 比方成德观察 现在大众 比方说我们有探讨 提出来的问题 超过一半 就是儿女教育问题 那等于是可能成家的人 现在面对这个 儿女教育 一个头两个大 这个时候你跟他说 你念佛 可以去 极乐世界做佛 他说 我现在很烦 这些事不能解决 假如这个时候 你能供养他 怎么教育子女 那这个是他现在最需要的 他真的去用了 真的有改善了 哇 你这些是跟谁学的 这些我很需要 这个时候你说 跟静孔老儿上学的 他就可能主动 来听老儿上讲经了 当然每一个人 现在最需要的 不一定完全一样 大家现在观察观察 有没有人 说家里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我看现在不容易了 现在可能人都心有千千结 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 尤其现在 身心要安定都不简单 内在有烦恼 外在的诱惑又不断 所以有一个数字已经说明了 十九世纪最严重的是心脏病 二十世纪是癌症 二十一世纪是忧郁症 忧郁症是心病 心病怎么医 心要医 所以当前跟未来 最需要的是法药 心要 所以我们要好好 深入老儿上的教诲 深入无量受精的教诲 我们就能 为重开法障 广师功德宝 不然他没有法药 每天发生的事他都想不通 都激在心里面 激久了会成病 我是 自己也是 不够敏锐 在二十三年前 我当班主任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学生 女学生 在他手臂上 用美工刀画了好几条 刀痕 我当时一看到 心疼 就劝他 哎呦 不可以这样做 身体发福 瘦之腹 当时候 还不知道 有忧郁症 这个情况 后来才知道 这样的孩子 可能他家庭的氛围 不理想 可能父母有冲突 家庭有冲突 他就很多富的能量 积在心里面 然后呢 他太苦闷了 没地方发泄 这属于其中一种方式 会用自产的方式 所以 老二让以前讲经说了 以前当父母 当长辈的人 都有一个默契 在孩子面前呢 不能给他们 不好的影响 我们现在想一想 有没有道理啊 非常有道理啊 孩子 还很单纯 那假如这个时候 父母很大的冲突 在他的面前 他放在心上了 就是一种心理的障碍 所以我们真的 不能太出行 真的要考虑 自己的一言一行 都在影响小孩 甚至是念头 我之前有跟大家 谈过一个例子 一个二十多岁的学生 突然 一直冒 我妈妈不要我了 妈妈不要我了 他自己都莫名其妙 后来 忍不住啊 打电话跟他母亲说 我怎么 这一段时间 都会冒这个念头 他妈妈 说傻孩子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挂完电话 想到了 怀孕的时候啊 想拿掉 是外婆阻止的 所以当母亲的人 起念头了 种子就下去了 更何况是我们 在孩子面前 言语的冲突 跟行为的冲突 那给他心里的 这种震撼 甚至是惊吓就大了 我也有观察到 十几岁 忧郁症了 父母离异了 其实 当父母 做了这个决定 你不能带着情绪 甚至是 一直在 孩子面前 批评对方 那孩子跟父母 他是父子有亲 是天性啊 那我们都 用很 不好的言语 在批评 对方 那就是批评 孩子的父母啊 那个对他内心的 挣扎是非常大的 所以啊 要掌握情绪啊 才能掌握自己 跟孩子的未来 不能 这种情绪的言语啊 让孩子的 人格啊 都不健康了 你不能以走成 这个样子了 还是要理智的 去面对他 不能感情用事 好 好 所以自己当时候 还不懂 不然呢 就会很好的 跟着一个女同学 聊聊心理话 进一步可以啊 去做家庭访问 所以自己还是 智慧阅历不足 能帮学生呢 就有限 所以我们当父母 当老师 能不断提升自己的 智慧能力 更能利益 学生的利益孩子 好 好 所以 这一些方便呢 就是用种种的方法 方便 那最突出的呢 是 余兰 观音 常见的画像 这个 观音像 不少 还有 宋子观音 所以观音菩萨 很慈悲 千处起求 千处应 什么都管 我们如理如法 去求啊 都求得到 好 那 这个 常见的画像 是 一个极美的少女 手拿竹篮 篮里啊 一条鱼 所以称为 鱼篮观音 这是观音的 画线 一个 渔村 有一天 来了一个 极美的女子 跟她们一起 打鱼 这个叫同事 试色法 不思 爱 与 力行 同事 跟着她们一起 许多青年男女 向她求婚 她说啊 这么多人 我嫁你们 谁啊 嫁不了了 这个时候 这个少女 拿出心经 这本心经 你们拿去念 明天谁能背啊 就嫁给谁 哇 把这些青年男子回去 死足了 静 第二天呢 有很多人都能背 于是呢 把普门品啊 发给 这些能背心经的人 三天 你们能背 普门品 就嫁给谁了 那拿到的人 又回去尽力背了 三天之后啊 有七个人能背 当然还是不行 于是啊 给出法华经 法华经呢 要读好几个小时哦 几天之后啊 只有一个人能背 于是啊 这个人呢 是姓马 那就结婚了 洞房花竹啊 正在刚刚 喜宴之中啊 新娘子不舒服 一下死了 大家呢 很傲上 一年后 来了个和尚 大家还在议论 这个事啊 这等于是这个 渔村的大事啊 还在议论呢 和尚说啊 你们怎么这么愚痴啊 那是观世音菩萨 来救度你们 你们这一方有难啊 因为渔村都是什么 都捕鱼啊 这个沙叶还是很重的 观音菩萨很善巧 来帮助 观音菩萨教你们 读经消灾啊 大家不幸 就打开 就打开棺材检验 打开一看 棺材是空的 这就流传了 渔兰观音 马郎富 嫁给姓马的男子嘛 马郎富 所以为解释 方便又饮 举了这个例子 好 这个是渔兰观音 所以它是表演的 善巧方便 善力方便 那方便之德啊 是非常广大 对于他本来不能信受的人 使他信受 他相信了 他接受了 本来得不到救度的人 得到救度了 所以这个善巧方便的德啊 是非常广大 这是大慈悲 大智慧到极点的流露 若没有大悲啊 不肯这样用心 他就嫌麻烦了 不可能这么用心 若没有大智啊 想不出应激施教的办法 所以这个善巧方便是 智慧启用了 所以方便是菩萨的父亲 所以以种种的幼影 让众生见悟 渐渐醒悟过来 而得度 这就称为善利方便 善巧的建立了 方便度生的方法 接着呢 显示三层 三层呢 就是 罗汉成 辟知佛成 菩萨成 这个法华辟喻品 法华经的辟喻品 说到了 如来能给一切众生 一佛成 当来都成佛的法 当来都成佛的法 但不是所有的众生 都能接受 所以说到法华 最后最后 这个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最后是讲法华经 说法四十九年 培养教育 前面铺垫了 四十九年的经教了 最后才开拳显示 讲法华经 还有 还要有五千人退席啊 还有那么多人不相信 不能接受 所以诸位同修 你把念佛法门 介绍给别人 别人不接受 正不正常 你一介绍 他就接受 那就太不寻常了 为什么 他一接受 他就是要成佛了 这是万修万人俱 所以 这个男性之法 能接受 也不是偶然 以神供养 诸如来 则能欢喜 信此事 所以这个也 不简单 这个念佛法门 也是一成法 你看佛铺垫了四十九年 那还是有五千人 那还是有五千人退席 所以诸佛就以这个方便之力 一个一佛城 说成是三 有罗汉 辟子佛 菩萨 这三成 那法华 经里面有火宅玉 这个用故事来批语 很具象 有一个大长者 看见自己的儿子 在火宅之中 就告诉他们 大火烧身 你们快出来 可是 这些孩子 猪子贪玩 不肯出来了 那长者想出个方便的办法 他就说 大声喊 外头有洋车 路车 牛车 好玩极了 你们出来吧 那孩子们一听到 这么多好玩的车子 这些孩子就跑出来了 跑出来一看 就不至于 在火宅里烧死了 给他们的是什么呢 给他们的是 每人一辆大白牛车 这是比喻成佛 超出他们的想象 人人都成大白牛车 都成佛 这就显出 善力方便 显示三成 的含义 有这个方便 众生才慢慢接受 慢慢提升起来 一下子给他讲一成 可能他不能理解 所以这些诸大 在家菩萨 出家菩萨 具有这样的圣德 与会这些 出家在家的大菩萨 都有这些德恨 都能善力方便 显示三成 来参加这个法会 来听释迦牟尼佛说 无量受精 因此我们对于这个精 也就知道 珍重了 你看这些大菩萨 都来参与法会 我们会重视这一部精 以上是第七项 转法轮 前面这一段经文 都属于转法轮 那接下来的经文 就是第八项 这个 入灭 这八项成道的第八项 那我们今天呢 先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